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去吧 弄得像暴動一樣 差點就被人踩死了 挺有趣的 緊張刺激 不妨不夠刺激 你看不看昨晚 島市長生氣得黑黑黑面 李宗盛 早安, 丁先生 早安, 丁先生 早安 董事長快來沒有? 還沒有 還要大牌 昨晚如果不是這麼會弄 不用弄成這麼壞 其實他也挺可憐的 昨晚對董事長 手疼腳抖的樣子 誰叫他自己拿來壞 看著他還要害怕 走 走 進來吧 做好就行了, 還問甚麼? 快去去去 家裡有空嗎? 對不起 早安 早安, 丁經理 真是想不到 昨晚這件事搞成這樣也有 還提你幹甚麼? 是呀 丁先生, 不用這麼沒心機 或者這些東西一時運氣 你來來我房 幹甚麼?幫叔叫你嗎? 過去吧, 沒事的 雖然昨晚這件事你搞得很壞 但是不需要一定是辭職的 回去想想吧 董事長, 我決定了人舊辭職 好, 你既然決定了 我也不留你了 或者出去對你有益的 不是這個問題 你不是馬上要走嗎? 董事長, 你的意見 我沒所謂 我們只是希望你等日天分 搞清了我的手面才走 好 怎麼樣?幫叔怎麼跟你說? 還要問嗎? 以後, 騰龍閣的時裝部 你途日天一個人打光 乾杯 好了, 現在好了 陪截人丁致遠 被我們兩個人一腳踢走了 說一說, 其實你這次算是福星高照 為甚麼? 為甚麼?你不斷在家裡炸命幾天 整個丁致遠丁經被你踢走了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也說丁經理是自己引咎辭職的 關我甚麼事? 一樣而已 總之他走了就算是他 那也不是這麼說 他自己走跟我踢他走 很大分別的 那倒是 總之無論如何 我們這次如有神助, 福星高照 沒得說的 這麼大人相信鬼鬼神神的事 出來做人是要靠自己的 來吧 進來吧 早安, 馬Sir 早安 想給你一張招呼, 你看看 好啊 好, 沒問題 打算怎麼寄去? 我被拖航空公司辦好了 好啊, 謝謝 好啊, 謝謝 靖爹, 你有沒有看過這份啟示? 甚麼啟示? 藤龍閣地震 是嗎? 原來丁致遠不做了 他應該不做了 你知不知道他搞個油枝晚會 搞得好老闆 我想可能是為了這件事 他傻了 好搞不搞, 找些油枝仔來搞 他一定是沒有抱的 是, 陶日天坐正 你有甚麼感想? 感想? 你覺得陶日天接手之後 會不會是我們的大勁敵? 怎麼樣? 有沒有找個風水先生 拿回羅庚來監視一下? 信命還不夠, 還要信風水 一命二運三風水 是嗎? 可以的, 人結自然地靈 這樣就行 不過最重要是你夠殺氣 如果有殺氣, 誰都怕你 錯了 怎麼樣?打算炒誰? 炒誰? 你沒聽過嗎? 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你求求其其 隨便找一兩個人祭其才行 要不然不夠位 弟弟, 有風不洗洗盡你的 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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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發聲 發聲 以後大家在業務上有什麼意見 不怕直接跟我說 其實做生意這件事是要講合作 我希望大家以後合作緊密 你們以為是嗎 知道了,陶先生,我們懂得做的了 對了,陶先生,你放心吧 那最好呢 以後大家用心做 好 今晚陶一天生在這裡嗎 在 上坡的梁小姐叫我送的東西 你放下就行了 進來 進來 陶先生,有一封信是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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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是人情字一張 不是, 就是輕情義重 不是情義, 是友誼 甚麼都好, 總之我很感謝你 你這麼開心, 我明天給你多少張 再見 你不快收錢 甚麼事? 靖妮, 今天我請你吃飯 這麼破廢? 你那邊吃飯 你信不信? 不信, 你說我就信 那就行了, 你可以介紹 直接不行 你猜過天人這麼熱的店 應該怎麼樣? 找人搏腳 搏腳?不要緊 總之, 怎樣也好 你點一條路給我走 要找到人就知道 那幫大哥, 過水濕腳 這層你不用說了, 我們認識就好了 那你出多少? 很難說, 多少錢這層我想 你說的, 我說吧 你最討論這件事是沒有公價的 不要緊啊, 陪朋友輕輕的說 我介紹福利賓一個朋友給你們認識 二人我呢, 就是一直收這麼多 你說 一千元, 現在擺為酒也不夠 一倍 起碼這麼多 好, 沒問題 那找到的人怎麼樣 好, 介紹一個起板師傅的東西 又在那邊介紹 老實實, 找到一個起板師傅 要不要再過水 那當然要 糟糕, 你們左轉右轉 總之轉到我周身不行 那邊收了三千塊錢 你也知道, 賓的錢是不值錢的 不值得也是錢 看看, 如果這麼麻煩 要轉來轉去 你也找我拍檔一起聊 隨便你, 就算是英女王來 我也算是這個價錢 好, 你想我簽個打電話 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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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很忙嗎 最近很忙嗎 因為遲下我們會搞一個台北的時裝表演 想在那邊開分點 無可逢告 這麼秘密嗎 同學如敵角嘛 說這麼多秘密給你聽怎麼做 那以前你是說這麼多話給我聽 是嗎 今時怎麼跟往日 以前可以說給你聽的事 現在不可以說了 是嗎 以前你只是丁治縣的助手 但是你現在是騰龍閣的大經理 那明天我做了港督 你連朋友都不跟我做了 你現在接手之後, 有什麼計劃 沒有啊 以前是怎麼做開 就照做吧 這行的競爭是越來越厲害的 所以我經常跟你聊天 就是想你指點一下我 又是開玩笑 那你經常以為我開玩笑呢 對了 以前我跟你說的一件事 怎麼樣 想你加入我的天龍閣 那你忘記了嗎 你猜一下 你猜你會不會答應我 請我要很貴的 有得商量 騰龍閣給他什麼位置做 做經理 也有得商量 我知道你們最近買了雅苑的雜誌 消息傳得這麼快 所以我說騰龍閣會幾有前途 怎麼樣 是嗎 遲一下吧 或者等我搞完這個台北的時裝表演之後 我會詳細考慮一下 我等你 看看我們有沒有緣分合作 要成功 為甚麼 不太晚了 出來再聊吧 一整晚去哪兒? 沒有, 跟朋友出去喝酒 剛才打電話給你 現在有一條路可以找到那些東西 甚麼? 整美金的板 是嗎?又說香港沒有甚麼人才? 香港是沒有, 所以才撲到菲律賓 這樣很渺茫 有甚麼渺茫?鋪好路了 靠不靠住的? 當然靠得住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東西你還要減嗎? 要去到菲律賓 三, 你來找我有甚麼事? 沒甚麼特別事 不過我知道最近馬尼拉 有一個識別展覽會 我想過去開眼界 這麼有興趣? 不是興不興趣的 既然幫叔叔讓我做到珠寶寶的經理 當然要經常去學習 而且天哥經常都這樣教我 你都幾乎上手 不是的, 全靠幫叔提拔我 都要你肯用功的 那甚麼時候去? 如果幫叔叔准, 我隨時都可以去 准 你看, 你在那邊的費用 開公司算 謝謝幫叔叔 我先走了 幫叔叔 你去到那邊, 凡事甚麼都要小心點 行了 本來我可以介紹幾個朋友去見面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看也不應該跟他們有甚麼瓜葛 行了, 幫叔叔 你放心吧 有甚麼事我自己會小心搞定 是 再見 我先走了 天哥, 這樣就好了 怎麼做 昨晚幫叔叔好了 我去買來拉, 待會兒去搞機票 天哥, 別想太多了 我們這件事要密合緊固去搞才行 你知道吧, 除了這個板外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那個教式師父怎麼樣? 你失陪了沒有人嗎? 這種人才很難找的 糟了, 那怎麼辦? 一定要找的, 這件事不遲了 我知, 你也要找到這些飯才行 謝謝, 但請過來坐 不要坐… 洪先生, 你好, 請坐… 今天有甚麼錯當?有甚麼資格 別這麼說 我有些事想請教李先生 不要這麼說, 沒說資格 有甚麼事需要提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不要緊 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澳洲朋友 他託我找幾個印刷師傅 印刷師傅?想印東西是不是? 他想找幾個印刷師傅 可能是去澳洲那邊的 一樓人才?未必肯去的 為甚麼? 一樓人才想要去澳洲 在香港就好了 我想到總理總理總可以跟我找幾個 讓我跟他聊一聊 一下子就想不到誰 其實每個印刷師傅都差不多 總有兩個 正所謂行行有狀元 狀元? 你說狀元我們這行 以前真的有個狀元 他...他的技術是認真一流 因假胡椒都過得屈 可不可以生氣 最後是龍鯉雞造反 爆了出來, 被捕了 被捕了 被捕了? 現在還在蹲監 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柴義 我們通行都知道的 柴義 沒錯 現在還在監裡? 是 柴義 你認識柴義嗎? 柴義? 是 我看他都快要獸完 你們以前一起吃嗎? 是, 合作那一輪 他幫我的蛇做護照 他的家人現在住在哪兒? 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個地址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搬到 阿椒 現在他們甚麼環境? 你放過好得去哪兒? 馬一手老婆跟了老婆也不成功 你快的話 你要不要一個地址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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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誰? 我想找柴兒先生 你找他有甚麼事? 沒有, 我是他朋友 剛到別處回來, 想找他聊聊天 想不到他 他有你的朋友 請問你是柴兒是誰? 我是他老婆 原來是嫂子, 柴兒現在在哪兒? 在牢 為甚麼他弄得這麼困難? 有機會你自己問問他 他大概是甚麼時候回來? 我沒那麼空跟他計算日子了 你現在見不到他了 如果你要見他, 你留下地址給我吧 嫂子 這個小意思, 你先拿著去洗錢 你無情白事為甚麼給我錢? 沒有, 我跟柴兒是這麼患難的 他現在弄成這樣, 就算我幫幫他吧 不, 你要付錢 你們就看見他本人給他吧 我不去 嫂子 你還是收了他吧 你不收我, 收不安心 你怎麼這麼好心? 你不明白我跟柴兒的關係 但是你會知道的, 收了他吧 先生, 你貴姓嗎? 途日天 你會知道 是這樣的, 嫂子 但是我再來看你 他快出來了 那就好, 那我們明天再來 再見 好, 先生 去看我看你 除了柴兒, 要誰想 我看你別再想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 第一, 這件事我們不能大張認 第二, 柴兒的底子我已經看清楚了 而且他的家庭背景很可怕我們 但是他們是否出來, 足不足 看你用甚麼辦法 偷性的藥點, 你根據別人說話 我現在先向他老婆埋手 搞定他家住家 來, 舊車進去 我買吧 去那邊, 勝定一點 行了, 我也走到碼頭了 不過那邊的地頭重, 比較棘手一點 你和我定了 好, 我進去了, 時間到了 好 Ellen剛才穿的衣服 顏色和款式都不錯 不過到時候表演的時候 他的髮型一定要改改 而且剛才那件衣服 應該是漂亮不反下來的 我想會漂亮一點 好, 你到時候記得提一提 這套怎麼樣? 這套不錯 顏色配合得不錯 尤其Ellen的褲色很漂亮 熱力四射 千萬不要這樣, 那就沒有風格了 我知道 不過我只是轉移你們的視線 看看 上屋 好, 請你看看 Janet, 你電話 你幫他看看朋友 好 你好, 哪位 你們那邊好像很開心 對啊 對啊 我們剛剛有模特兒在試鏡收 你問我今晚有空嗎 嗯 我想起碼要八點後才可以 好啊 這麼多東西不叫我幫你拿嗎? 待會兒可以拿 是台灣一個朋友送的 有些是雙粉的, 我送些給你吧 謝謝, 喝什麼? 要一杯橙汁 一杯橙汁 怎麼樣, 你不叫東西吃嗎? 我也不吃了 來, 待會兒我們去拉一口 拿著這麼多東西怎麼去 怕什麼 趁我記得, 先給你 有些鵝肉乾很好吃 謝謝 開門吧 找誰啊 我啊 陶...陶先生, 請你來坐 嫂子 針茶呢? 哪有茶呢? 沒有茶就針滾水, 真壞 行了, 不用客氣了, 嫂子 這些手信送給你 什麼?你這麼客氣, 多事啊 你這個孫子, 我說了幾十八次 你搞人家就丟了他 被警察看見你就死了 你就抓去坐牢 好, 我不聽說 才是要講 來使你 nutrition 愛人嗎 每人的火力都行 要吐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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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 阿楓 糟了, 阿楓 榮 榮 榮, 你去哪兒? 昨晚的蚵子撈柚葉回來 甚麼撈柚葉? 你說撈柚葉就知道給你的了 真壞, 連蚵子也困難 回來 五塊, 蚵子撈柚葉回來, 知道嗎? 去哪兒買? 街口的生草藥店就有了 我會撈柚葉 現在又是怎麼回事 我會想去哪兒 又是誰 你又想去哪兒 你畅惡 你對於是爺老只要去哪兒 你跟小姐一樣 你怎麼買那棵藥回來? 沒棵藥營賣了 別說你只顧著死 那個人說 把棵藥皮煲水一樣可以 真壞, 只顧著吃就行了 你怎麼不做呢? 老闆, 走走走 你去哪兒飛? 這頭髮這麼長, 是否招救? 我來一次 好, 有雞吃 你吃了, 現在吃甚麼? 吃不吃你 幫忙吧, 快點 阿珍, 明仔 阿爸 你不要進來... 先站住... 站住, 不要進來 明仔 阿爸 明仔, 出來, 別黏著, 爸爸 快點, 出來 幹甚麼 弟弟, 你懂甚麼? 怎麼搞這麼多事? 當然搞這麼多事了 現在還蠢不夠嗎? 不過火柴呢? 在我那兒 怎麼穿它... 蠢到這裡為止了, 以後就不蠢了 那些蠢運就沒有了 行了...大吉大利, 以後就行好運了 阿榮, 阿榮 甚麼?你替我買些東西 留在街口那裡買...五元豬肉回來煲湯 買筋菜 快點回來 阿榮, 不要在街上玩 再見 對了, 明仔今年幾歲了 你自己不懂計算嗎? 他收回來的 我知道, 這幾年你熬得很辛苦 難得你把家弄得像模像樣 看來比我沒坐牢還好 好, 起碼這幾年 沒有你這個鑽米大蟲在這裡 以後我會爹起真光做人 不然怎麼樣, 我兒子這麼大了 是啊, 你又有百歲的命 慢慢來, 怎麼這麼心急 明天, 我去找個子當針 我柴兒不幫我沒辦法 如果只是打分後工就好 先那一陣子, 有一個姓陶的人來找你 他說...他不知道從別處回來的 他還給我一點錢 姓陶呢? 誰姓陶 誰知道誰姓陶 姓陶就是姓陶, 他說姓陶 他沒辦法 找誰?柴子在這裡嗎? 鍾哥, 請進來 坐一坐 不用了, 陶先生叫我送錢給你 麻煩你 這裡有千物, 我走了 麻煩你, 真不好意思, 好想走 你看見的 走吧 兄弟 你是忠哥嗎? 不錯, 我叫他朱友忠 我想問你, 叫你送錢來的陶生 叫甚麼名字? 他叫陶日天 陶日天?我不認識這個人 總之有錢給他洗就行了 這個世界, 有錢可以洗死人 最好你自己問他 他是騰雲閣時裝部的經理 陶日天? 騰雲閣時裝部經理 你已不認識這個人 他叫他耳機 他叫你洗衣機 他叫他洗衣機 我叫他洗衣機 你不會說我 他叫他洗衣機 你吃了嗎? 是不是這樣? 你不認識他 那邊很難說 你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他甚麼也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他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